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大家都說啊 夏天好像特別容易累耶 這除了跟你流汗比較多有關之外 還有跟你缺乏一種微量元素有關 這個微量元素在我們的人體裡面非常重要 不過 偏偏居然呢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 全球每三個人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缺少他 都需要他耶 缺少他你會有什麼問題 掉頭髮 指甲也會出問題 關節痛 皮膚發癢 心情低落 還有肚子痛等等 除此之外你知道嗎 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會老得快 而且沒有精力 到底是什麼樣的營養素這麼重要呢 來看 這種食物當中非常多 你現在可能有一點點概念 你現在有點猜到是什麼樣的營養素了 不過你不知道的是 這種營養素原來在你的身體裡面 參與這麼多的反應這麼的重要 我們今天請到來賓包括了 基隆長庚的江坤俊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萬芳嘉醫科的陳柏晨醫師 大家好 中醫師吳明珠 嗨 大家好 營養師黃淑慧 大家好 還有健康主廚陳之穎 大家好 就要來問一下主廚 你們在廚房很熱對不對 對 冬天夏天都熱 可是你節目前跟我講說 夏天就是覺得特別特別爛 其實大家都說 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真的 可是我沒辦法 這是我的工作 那我還是要進廚房 尤其我最怕夏天的那種 午後雷震雨過後 午後雷震 對 一悶然後流汗 我整個就像那種電池有沒有 就是手機不是用到兩年過後 它會從50%直接就不見了 就是那個感覺 瞬間就完全沒力這樣子 對 沒電 然後你要重新開機 可能要吹個冷氣喝個什麼 就是把自己再重新再開機一次 那個很嚴重 就是廚房夏天是我們最怕 冬天有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樣熱 因為那個悶的那個程度 其實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對 大家都說 春困秋乏夏打盾 就讓大家覺得瞬間沒力 陳醫師裡面有一個60歲的媽媽 也是這樣 覺得夏天特別沒電 這位60歲的媽媽 她是我長期的糖尿病的一個病人 然後她非常非常的聽話 所以她血糖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每次叫她運動 她一定會運動 結果她在夏天的時候 大運動完之後 她就覺得說 怎麼整個人都好累 後來就覺得 不對 手開始有點麻 腳開始會抽筋 她除了在我這邊看病 她親兒子也是醫師 結果她就去找她的兒子說 就抱怨了一大堆 她兒子就覺得好吧 做個檢查 做個檢查 沒事 就跟她媽媽講說 你想太多了吧 結果她就回來跟我講說 我兒子不相信我 我很累又會抽筋 那你幫我檢查看看 結果我幫她檢查之後 的確發現她真的是缺乏多樣的維生素 尤其是電解質嚴重的缺乏 而且還有輕微的貧血包含的維生素B12都不足 所以你身體的機能沒有辦法好好的運轉 導致這很多問題 那你會有一個惡訊循環就是累 沒胃口 不想吃 不想吃之後讓自己又變得更累 然後這個惡訊循環要趕快就把它打破 所以補充了一些維生素之後 然後再給它打個點滴電解質 把它矯正過來 它就好了 可是吳醫師 聽說有個方子 流傳了將近一千年 從元朝開始 夏天的時候 對於我們這種大量排汗 可以稍微急救一下 對 其實我們夏天不流汗 很容易中暑的 所以在這個汗我們要分清楚 常常有病人說 吳醫師 我跟你講 我現在很會流汗 流到這樣 我是不是會讓汗流少一點 可是我們正常的流汗 它有分兩種 一種叫自汗種 倒汗 倒汗的意思就是說 偷偷的流汗 比如說晚上你吹著冷氣 它還是在睡覺 沒有在活動 它還在流汗 這個叫倒汗 可是如果我們不管 24小時什麼時間 它就在流汗 這個叫自汗 那在夏天的時候 很容易有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說如果我們往外跑 比如說外面很熱 然後裡面又冷氣 一下熱一下冷 如果你的毛孔的收縮的問題 存在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什麼 一下子汗一下子 很容易中感冒 或者是我們流感 甚至於就覺得好累喔 看從哪裡來 尤其是小朋友 所以這個不會 我們的玉瓶風傘 就是我們在中醫常常用到的 原潮開始的方式 玉瓶風傘 那這個方式它很簡單 它就只有什麼 我們玉瓶風傘就有 這個黃旗 白族 還有我們的防風 那你知道它這個防風 就是預防我們這個風 或者是我們身體的 這些不好的東西 從我們這個毛孔進來 所以它這個跟我們的黃旗 黃旗對我們身體裡面 表皮這個毛孔的收縮 或者協調 會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對這種致汗 或者是說莫名其妙 就像剛剛那個姿穎說的 它在廚房裡面 其實它可以不用流這麼多汗了 如果喝一點這個玉瓶風傘 做的這個 因為它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弄成茶汁來 或者是把它磨成粉 你說我這不然喝茶 我要吃粉 也可以把它磨成粉來吃 所以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調節這個致汗的這個效果 還有就是 主要是預防我們這個身體裡面 就是汗水不平衡的一個 一下汗多 一下子又不能夠收斂 這種平衡關係很好的 這個我們中藥的處方 叫預瓶風扇 好 所以有中藥的處方之外 當然我們體內也要顧得好 三分之一人缺乏它 尤其夏天 因為這樣子流汗 特別容易覺得累 這到底是什麼營養素 這個是一個微量元素 鑫 我們一般來講 礦物質在我們身體裡面 區分成兩大塊 一個叫巨量元素 一個叫微量元素 通常我們都會只看 那個巨量元素那一塊 比如說我們運動會流汗 我們都會注意鈉啦 甲啦 我們會注意 那個到電解質有沒有平衡 我們比較會去忽略掉 微量元素這一塊 那微量元素這一塊 事實上 第一大的微量元素是鐵 那鐵當然我們都知道 跟血有關 那第二大呢 就是鑫 那事實上鑫 是參與我們身體 三百多種的酵素的活性 哇 所以你知道它參與我們身體 非常非常多的生理反應 那你只要去疏忽了這個東西 沒有補充足夠 你就會出發缺乏的現象 然後呢 我們當然不至於說 我就是缺乏到 我已經出現疾病了 不至於 但是你就是 位在那個缺乏邊緣 哎呦 我們就稱之為隱性飢餓 你就是 要飽足又沒飽足 你看你說你真的缺乏到 出現疾病又沒有 對 你就是徘徊在那個邊緣 可是長期下來 身體就出毛病嗎 所以你就會發覺 你是不舒服的症狀 倒不至於說 我真的要進醫院 倒不至於 但是很多人就會忽略掉 所以就會像我們剛才前面 那個講述的 那麼多個案例 都會感覺 好累喔 就是一個好累 精神不好 然後沒有食慾 你說有生病嗎 還不至於想到 會想到生病 可是就是整個人 病厭厭的 對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屬於 已經一個營養缺乏 就是營養飢餓的一個現象了 好的 那要請江醫師來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心缺乏的話 我們身體到底會出哪些狀況 因為在我們以前的營養學 大家都只重視 澱粉 蛋白質 還有那些脂肪 然後我們會講維生素 現在才會講一些 所謂的微量元素 剛才那個營養師有講 有分兩種 一種比較多的 一種比較少的 其實我們以前 根本就不重視這個東西 不但是一般的民眾 連我們醫生都不重視 我們以前 我十幾年前剛開始當醫生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在測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也不曉得 這些東西會產生很嚴重的症狀 當然一兩次有講 如果你在缺乏的邊緣 你大部分不會有很嚴重的症狀 可是如果當你極度缺乏的時候 就常常會出現症狀 可是那些症狀 常常你來找我們醫生 我們常常會檢查了半天 都會跟人說你沒病 因為我們也想不到 因為我們也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 所以這是隨著醫學的進步 現在才知道說 哇 這很重要 對 因為我們把其他病都找完之後 最後才找到這個毛病 所以最後一個看你的醫生 你都會覺得他是神醫 其實是因為前面都已經找完 因為其實我真的有個案例 他其實就還蠻奇怪的 他四十幾歲 他是我的老病人 他其實長期 他東西就吃得很清淡 他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腸胃功能不好 就天天在拉肚子 他剛好又夏天又吃不太下 所以他就精神不大好 他太太那時候跟他精神不太好 他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想說夏天 你本來又吃不多 本來就精神不好 可是莫名其妙 這一兩個月開始會掉頭髮 你看 掉馬肚頭 可是他更離譜的是 他就是嘴巴還會常常一直破 還有更慘的是 他嘴巴這邊長了一圈 紅紅的 屁股肝門的地方 也長了一圈紅紅的 就跟那個猴子有點像 所以他太太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想說這是什麼怪病 就把他帶到門診 那時候我看了 我想說這是什麼怪病 怎麼不去找其他醫生 怎麼不去找家一個 對啊 我想說 奇怪這到底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 把他什麼嘴巴破啊 掉頭髮 跟他那個 連結在一起 跟他這邊 嘴巴一圈紅紅的 跟屁股一圈紅的連在一起 我都沒有 我倒是想說你這麼累的話 那我乾脆幫你驗一下 那個肝功能啊 腎功能啊 甲狀腺啊 什麼類估 我通通都驗了 全部都正常 全部都正常的時候 他隔兩個禮拜 又回我門診的時候 我再想不出來什麼老毛病 因為他導致已經看了很久了 我就毛起來 幫他把血全部都抽一遍 除了他講的電解質之外 鈉甲之外 我就把什麼 維他命B群啊 D群啊 E啊 全部都抽一遍 也都正常 後來就是把所有的什麼 心猛童啊 全部都抽一遍 結果發現全部都正常 只有心 他就缺心 只有缺心缺到非常多 可是我那時候也不敢講說 他一定就是缺心造成的 但是我就開了一些 那個新的濃縮定給他 而且我叫他回去 多吃一點海鮮 四個禮拜 這些症狀全部都消了 頭髮還通通都長出來了 所以我常常想說 你看 這就是我們現代人的營養 缺乏 營養不良啊 我們很多時候在家裡面 你有說莫名其妙 你覺得自己身體 東不舒服西不舒服 可是你又沒什麼大病的時候 你就要想想看 你是不是缺乏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以心而言的話 你可能會掉把肚頭 對 而且莫名其妙的關節痛也是 很多人都這樣子 你都覺得你好像 你去照S光 他也沒有覺得你關節怎麼樣 可是你就會貪乏50的痛 我們也有過程到皮膚發揚 像我們講 皮膚發揚除了腳會之外 像我剛才講的 很多人會在嘴巴旁邊 心有個特別的 特別的東西在嘴巴旁邊 還有在肛門旁邊 另外還有一個肚子痛 這個非常嚴重 大家一定以為你肚子痛 你第一個想要是什麼 吃壞肚子啊 還有腸胃症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個案例 他肚子痛已經兩年了 他被所有的醫生 都全部診斷是腸躁症 他一直這樣治療 然後醫生菌 也不知道換了幾家廠牌了 痛哺預生 真的很痛 他可是痛到在地上打滾那一種 這麼可憐喔 後來他從中南部上來找我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他已經看過眾多的醫生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講 我們檢查也不用再說 我們就抽個學 我就幫他把稀有元素全部抽一遍 結果也是缺心 結果補回去之後 也是大幅改善 可是為什麼肚子痛 會更缺心有關 這個就是這樣 所有的微量元素 不管是微量元素 或是一些維生素以外 他的症狀是全身的 就好像剛才那個 就好像剛才那個營養師講的 他參與了至少70種以上的 酵素的反應 通通都要靠他 所以他可以 他在每個人身上可以不一樣 有的人缺心只會掉髮 有的人缺心就會肚子痛 有人還情緒低落 對 因為我們還有遇到過一個 那個45歲的女性 他先生跑來問我說 他太太最近心情都很不好 看人都很冷漠 特別是看他 看別人來 看他特別冷漠 我都不太離開 他就問我說這是更年期 家民快要出問題了 他就問我說這是更年期 他偷偷來問我 我就說 不然你 你太太本來就是來檢查 我偷偷幫你驗一下 他的那個 女性荷爾摩濃度 就抽出來正常 結果 他隔了一兩個月之後 他就還是跟我講說 越來越差 他到底要帶去看婦產科 我說可是你 女性荷爾摩抽起來都正常 對啊 我說不然我再抽抽看 我就 又把整套血再抽一遍 也是缺心 缺心 也會心情低落 他補回去之後 真的他也覺得 所以應該是多重要 所以我才說各位在看這些 身心外面都很影響 當你平常的時候在家裡面 你有一個莫名其妙 不能解釋的病症的時候 你都要想像說 是不是一些微量元素缺乏 好 所以這真的很重要 你看他掉髮禿頭 還有指甲白斑 以中醫來講常看指甲 這個指甲白斑有什麼特異性 通常我們這個指甲 這個反映我們身體的 這個五臟六腑的氣血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身體有這個白斑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太緊張 有的時候你彈什麼東西 或者是說打到什麼東西 它會有一點 對 會有一點 對 一點 可是如果說很多點 你就可能這樣 很多點 一個指甲都很多點 對 而且每個指頭都有 你可能要懷疑 你的鈣牙心缺乏之外 你有神經衰弱的現象 在這個中醫裡面 就會開始用一些藥材 調整你一下 補一下腎氣這個部分 好 所以缺心呢 影響這些之外 其實還有 現在台灣高齡化社會 很多人有慢性病 他還跟慢性病 還有跟我們的智力 像老人失智等等有關 很多人都知道說 心跟我們的生殖 有線性相關 所以的確在我們的 攝護腺 它的那個濃度是最高的 另外一個地方也很高的 就是在眼睛裡面 跟我們眼睛有息息相關 那其餘的分布大多數在哪裡呢 腦部 肝臟 腎臟 這些內臟的器官 其實分布還蠻多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講的很多的酵素 它的這一部分的一個反應 都需要它 其中一個反應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碳水化合物的代謝要正常 一定要有心 所以碳水化合物 我們跟哪一個疾病有息息相關 糖尿病 你知道嗎 糖尿病就三高 跟動脈硬化也有息息相關 所以碳水化合物的代謝 缺乏心的時候 沒辦法完整做個代謝 這些問題就會產生 那你說巴金失症跟老人失智 有沒有息息相關 有 原因是在於心對我們的腦部的 互相溝通的這一個部分呢 其實是有息息相關 而且跟我們的血息 也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當你無法血息 或者是細胞跟細胞之間 無法好好的溝通的時候 因為你缺乏了這個溝通的 最主要的一個元素 心的話 當然我們所說的這些疾病 從三高 血管 甚至我們所說的巴金失症 老人失智 都會有可能產生 有一點點水梨的果香味 真的很好喝耶 我還滿喜歡這個清爽的味道 我第一次喝到 吳醫師調的最好 我喝到最好的 你好壞喔 因為太多地方都會排掉了 你沒有記得去把它補回去的話 長期下來 你就是慢性的缺乏性的 對 有時候就會覺得 這個整面越看越討厭 對 最累的 這個原因可能不是新而已 哈哈哈哈